出發 安打了 所以就凸顯剛剛天柯的那一種美技有多重要 是 沒錯 李立倫回歸之後 這第一場比賽就單場出現第二隻安打 打線來說真的是損失很大 注意線的打擊 發動了盜雷應該是safe 船的角度方向就比較偏了一點 起跑時機也抓得非常好 很有經驗的跑者 上到得點圈 滾地球 這幫打出去 這次是看著喬拉 saiyo na na 注意線的兩分炮危機了 來點鄧光秀 這球毫無疑問 打出就知道過了 知道了 這個還是蠻打號的一隻拳雷打 本季的第五轟出爐 直接的把這個分數給逆轉過來了 這個就是 換掉先把他投走好投的這個風險 走滿動作再來看一次 因為先前他的那個曲球有收到效果 所以 在對局的時候還是選擇這一顆 而且同一個打擊 這一棒是一個小飛球嗎 剛好越過去到三不管的地帶 好棒子呢又是斷了一隻 斷棒安打 直接換頭手啊 因為都有教練上來是去找裁判要求 是 接近20顆球 這個棒子直接又是 接近折斷了 一分為二的這種斷法 出馬反方向 然後看這個球的落點 有追過去 這一次落地成為安打 而且還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撈到 他加一蕾上的跑者也要回來了 那阿英呢 長打出現 帶一分的打點 再來龍隊這邊 等於做了一個投手的更換 也沒有收到效果 是 這個熱天堂的氣勢就打開了 距離很遠喔 所以他跑到最後其實有一點 在重心上有一點不穩 導致在接球最後的那個瞬間 是沒有辦法掌握好 一開始好像還是有想要嘗試去接壞 發現 真的撲不到 這有機會又是一支安打 因為呢 這個時候跑就對了 今天張明軒有機會呢 兩分打點達成 連兩個打擊出現安打 而且都帶打點啊 是的 那當然對羅華來說 在這個半局上來的接替投球 面對兩名打者都被打安打的情況下 龍隊呢 決定再做投手的更換 對羅華來說 森林蕭 Persia 靠西方 了 賊 好 好 還是 那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